1998年 这是国际足坛决定扩军后 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杯 歌手瑞奇·马丁演唱的《生命之杯》 是那个夏天的开始 虽然法国作为东道主 但夺冠最大的热门却是巴西队 因为他们拥有罗纳尔多 请注意 这是1998年的罗纳尔多 那一年他21岁 21岁的罗纳尔多 经过西甲的磨练更加成熟 刚加入国际米兰 出灯一甲 就交出了赛季34球的成绩 在与法国决赛前 如日中天罗纳尔多和巴西队 一路高歌猛进 直到半决赛 罗纳尔多都没有辜负 世界最佳的这个称号 对阵智利他独中两元 对阵丹麦他送出两击助攻 半决赛又是他强点攻破 巴西队唯一录球 所有人都有理由相信 这样的外星人 会把火热的状态延续到决赛当中 关注李智利 欣赏更多精彩足球视频